8月17日晚 一段曝光成为李文揭露2022中国好声音内幕的录音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录音中 李文带着哭腔讲述了他在202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录制期间的经历 他描述了高分选手被排除在竞技之外 导师的专业意见被忽视 甚至他的人格也受到了侮辱 根据录音内容 当他因严重的腿伤需要依靠支撑上台时 制作组却故意安排他独自一人在台上 使他感到被孤立和侮辱 与之前许多揭露的视频不同 这段录音充满了情感 听众很难不被感染 可以从李文的声音中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愤怒 因为这种强烈的情感 再加上多年来浙江卫视和中国好声音周围的负面传闻 许多网友倾向于相信李文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 8月17日晚 中国好声音的官方微博发表了一份声明 称李文的录音是恶意编辑 并强烈谴责 声明称 李文在2022中国好声音节目中 全心全意投入工作 期间的误会已经解决 出于对已故的李文的尊重 他们不会再多做解释 将永远记住他对节目的付出 愿他安息 然而 这份回应并没有让人完全信服 其中的措辞暗示了一些玄机 误会已经解决表明浙江卫视承认与李文之间确实存在过矛盾 而使用谴责而非追究法律责任 则让人更加相信所谓的恶意编辑 同一晚 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之一李佳杰在微博上发表了声援李文的帖子 并揭示了自己在节目中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经历 然而不到十分钟这条帖子就被删除了 李佳杰随后发帖说 不是我删除的 不是我第二天 也就是8月18日 上午十点左右 李佳杰再次发声 称自己在昨天发布的微博没有实时依据 向社会和中国好声音节目组道歉 并请求广大网友不再传播谣言 当天中午 又一段李文在录制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时 质疑比赛不公的现场视频被曝光 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作人员试图阻止李文 但他大声喊叫 不要碰我 当天下午五点左右 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选手 歌手徐海鑫在微博上揭示了中国好声音的内幕 声称自己在比赛时被逼迫签署虚假合同 起初 这似乎只是娱乐圈内部的一场抗议 但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娱乐界 公众期待业界人士站出来还原真相 但迄今为止 这并没有发生 反而 各种民间爆料逐渐浮出水面 冲击着这堵维护虚假繁荣的高强 强者被压制 更强者无所畏惧 令人叹息的是 这场较量在当事人去世后依然在继续 作为国内市场声誉领先的音乐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在过去十年中一路高歌猛进 但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公众的不满情绪 现在 他的声誉已经荡然无存 对于节目的未来 人们开始产生了疑问 事情的恶化并非一日之寒 而在这种局面下 已经不可能事事如愿 浙江卫视不是第一次陷入舆论危机 旗下著名的音乐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也并不是第一次遭受公开批评 多年来 节目发生了许多事故和意外 但后续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往往难以令人满意 例如 在2019年 一人高以翔在参加浙江卫视综艺节目 《追我拔录》之时不幸去世 然而 浙江卫视在隔了长达八天后才发布了善后说明 并决定永久停播该节目 主持人金星曾经参加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非同反响 但因其变性身份被撤缓 后来 金星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浙江卫视的内部情况很混乱 制作水平也相当低劣 至于中国好声音本身 也一直存在争议 许多揭露节目内幕的信息 都来自于曾经参加过节目录制的人 第一季总冠军梁博在天天向上节目中透露 中国好声音有剧本 节目组曾经告诉他 我给你写个稿子 你照着念就行了2016年 歌手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导师刘欢对节目提起诉讼 控告侵权 指责节目过于作秀 刘欢再一次名为保护原创 尊重版权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了三个侵权案件 其中两个涉及中国好声音 刘欢退出节目后 他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透露 中国好声音的录制时间从下午两点持续到凌晨三四点 自己无法适应 并且节目中许多选手的励志故事或成功背景都是虚构的 陈一迅也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他曾受邀参加中国好声音 但他不是因为对选秀类节目不感兴趣 而是听闻节目有内幕 出于好奇而前去 当时陈一迅参加的节目还叫中国新歌声 在选拔过程中 他听到了一位被导师们否定的女歌手 尽管她的表现不错 但没有人转身选她 结果她没有晋级 那位之前被淘汰的女歌手却出现在了台上 陈一迅认出了她的声音 但她迟迟没有转身 这时 她听到耳机里传来了节目组的催促 按一下 按一下 最终 陈一迅转过身 发现那位女选手确实是之前被淘汰的那位 因此 那些让人无法理解的比赛结果 重新浮出人们的记忆 还有一顾歌手姚贝娜 在2013年的中国好声音中 姚贝娜以一首也许明天 得到了四位导师的关注 最终成为那英战队的一员 然而 那英却将总冠军给了一开始表现平平的喧喧 同样 拥有出色嗓音天赋的歌手周深 也参加了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第三季选拔 尽管她赢得了杨坤 那英和齐琴三位导师的转身 但因为那英的一句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 他未能晋级 28年做一个歌手 我站在台上被人侮辱这句话来自歌坛天后李文 令人震惊 一个在乐坛已经有实力和地位的前辈 在节目中竟然会遭受如此操控和侮辱 这突破了人们对明星的简单想象 原来 即使在强大的平台面前 他们也是如此脆弱 事实上 去年9月 关于李文在中国好声音录制现场 爆发愤怒的视频曾曝光过 李文当时控诉比赛规则不公 大家都看到了 导演给了我一个游戏规则 得了73分的有第二次机会 为什么得了88.3分的没有第二次机会 中国好声音究竟有何魔力 让在各领域有实力的强者进入后却变成弱者 节目与艺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从2008年中国蓝开始进军综艺界 到2017年和2018年 涌现出一系列演技类综艺节目 十年间 浙江卫视在各类综艺领域大展拳脚 已经成为不亚于甚至超越芒谷卫视的综艺巨头 与此同时 综艺这种娱乐形式在整个娱乐圈蓬勃发展 资本的涌入也越来越深 然而 虚假和欺骗的问题始终伴随着它 至少对于浙江卫视而言如此 这种娱乐形式在继续艺领域大展拳 这种娱乐形式在继续艺领域大展拳